空白的時候我們現在在選的時候 問題是現在我們不知道眼鏡的位置 有沒有看到眼鏡的位置其實已經對到了 你有發現我們這個布線的方式幾乎就是對到眼睛閉嘴巴 沒錯吧 這樣幾乎都是算對到的 然後問題是我們這邊有 有是不是不是四邊形 我們在做模型的時候 最忌諱的就是不是四邊形了 這時候一樣在按這個工具 你可以按新式或按救式都可以都沒關係 這樣去連也可以 可是問題是 有時候沒有自重的問題的話 我的話我會想用按救式的 救式的方式是讓你點一下去吸 其實是差不多的 所以等一下我應該不會講這個game太久了 吸起來 再繼續再吸起來 先這樣子的話以防萬一說你眼睛沒地方對位 這也可以 然後按空白 這時候眼睛差不多位置對到了嘛 我們可以先選face 我們可以先選face 是不是這四塊 沒有額外多加選了吧 這時候 按shift按著按一處 方塊點黃色的 再點中間 有沒有覺得像鋼鐵人的 這按5 因為你知道什麼剛剛為什麼要叫你們把它調蛋嗎 像這種剛剛的畫面是看不到的 在這時候對不對 5師看下去看不到 裡面這邊有一個透明化 我找一下 透明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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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明化是這一個嗎 透明化 看到沒有 這樣就透明化了 有模型又有透明化就知道前面是後面了 然後如果怕 後面的干擾到你的話 你可以設定那種 break光的那個方式去把它 關掉 我記得好像是什麼 我看一下 這個我們先不關啦 有差有差 它關掉了 這時候你全點的時候都要去對眼睛 如果是自動的話 我們就不用工作了 有沒有道理 這樣眼睛就好了 我也希望有自動的功能 怎麼這麼笨 做到現在還是要手動 有沒有這樣眼睛就好了 你眼睛可以先把它挖掉 Delete 這樣沒問題吧 然後嘴巴對不對 先講嘴巴喔 嘴巴的話 也是要讓用 因為它是兩個物件 所以說它等下會多一條線 兩邊都要選 你不要以為有選 其實還是兩邊都選 是最好的 這邊it's true 其實嘴巴我們要先做啦 你後會變這樣子嘛 對不對 這是錯的喔 我們嘴巴先不要這樣做 好不好先退回去 刪除 因為那是近色的嘛 關係 它沒辦法黏在一起 所以說我們會這邊按shift 點物件按shift 這邊有mirror 到負 可以一直走 懂了沒有 Face 這時候再一觸 它是一起的 剛剛是不一樣 剛剛是左右兩邊分開嘛 對不對 所以說剛剛是不對的 所以說到這樣子才是對的 這時候可以先刪一次 啊呀破掉了 這邊有多做到有沒有看到 我們要選仔細 有沒有感覺有點像變形金剛了 對 按著 按起錯誤 方塊點下 中間的方塊點下 縮放 縮放 刪除 這有沒有鋼鐵人的感覺 有沒有 等一下我要叫你做鼻子跟換線 鼻子換線那個比較麻煩 鼻子這邊換線你要換 換到 好我先切回去給你們